小朋友 你在干什么呢 我不是小朋友 我是男子汉 男子汉 来 叔叔问你啊 妈妈呢 叔叔 我逃学来一样玩 怎么可能带我妈妈来呢 你逃学啊 叔叔告诉你啊 逃学不好 以后要好好上学 听见没 嗯 来 跟叔叔去那边坐一会儿 叔叔问你几个问题 走 来 叔叔问你啊 你是跟你妈妈姓呢 还是跟你爸爸姓啊 我是我妈的孩子 当然和我妈妈姓了 我没有爸爸 那你今年几岁了呀 那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让我再告诉你 好 你问吧 你和我妈以前是不是一段 我跟你妈妈原来不是一对啊 那你就不是我爸爸了 叔叔回答完你的问题了 那你是不是 现在可以跟叔叔说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六岁 我叫爷爷呢 六岁 老爷爷 你告诉叔叔 你妈妈现在在哪儿 上班去了 燕朗 你准备干嘛去啊 我去上学 咔嚓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喂 干吗 看 她很强吧 对她们 什么情况 是 今天高兴 我多喝了几天 你又要喝一瓶 是啊 今天高兴 非常远 我们这样都要出去实习了 快 是啊 就要各本东西了 你要好好的 跟苏琪 你要好好的 别跟我提苏琪 我跟苏琪都已经分手了 今天这么重要的聚会她都不来 我跟她彻底没关系 好 你没事吧 有事啊 把我送你回家 给我送你回家吧 我有伞 我跟你说 这明天肯定要告诉苏琪 是啊 你不想大喜我 对不对 再一会儿一会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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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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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也不好 这个怎么样 试试吧 我不想去了 干嘛 你不都答应苏琪了 我还没跟你说呢 林乔突然给我打电话 问我阎朗是不是他孩子 他怎么想的 阎朗是你儿子吧 当然了 那他是林乔儿子吗 不是 那不就好了 什么好了 他既然不是林乔的孩子 你有什么可怕的 他还喜欢林乔对不对 是不是说实话 不认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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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多 对 很固定 对 是 你见了严颂之后 是不是跟他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现在不见我 那你为什么要见他 我为什么不能见他 你都说了 以前的事情不提了 那是不是连严颂也应该一起忘记 那就是你让他不见我呢 对吗 林乔 这次恰恰相反 是我 邀请了他今天晚上来参加你的回国开对 你去邀请严颂吗 这些衣服我不能要 你已经给我太多了 这不合适 什么不合适啊 你就是找理由 你是不想去 怕林乔纠缠你啊 那你就借此机会 跟林乔划新界限呗 那我就穿成这样去 我就得了嘛 行了 你今天交给我了 我一定要让你成为派对女王 让林乔那小子的口水 当场地留下来 我不在乎以前是什么 我需要的是一个 只爱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问过严颂了 严颂说 他对你没有感情 所以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普通朋友了 你是一直 认为我喜欢着严颂对吗 难道 难道不是吗 苏琪 请你以后不要自作主张地决定我的事情 我爸一直这样对我 我不希望我的女人也这样对我 还有 我再提醒你一次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严颂 所以请你以后不要用任何的伎俩 去对付人家严颂好吗 还有不要再提防我们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什么 你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 没有啊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 我都跟你保证过 而且跟你说过不要再担心什么 那剩下的 我是不是有权 做我觉得有必要的事情 还有 以后也不要再干涉我的任何事情 你要总这样做的话 只会让我越来越烦 越来越烦 你懂吗 好好好 林乔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提了好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来坐坐坐 大家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来坐坐坐 大家坐 仔细点 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一月 宋总 怎么样 宋总今天惊人吧 宋总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谢谢 您 我有礼物送给你 好 谢谢 来 给我 宋总也有礼物送给你 对 谢谢 那为了表示感谢 你做主人的 是不是该请送送喝杯酒啊 苏大小姐不会介意吧 去吧 去吧 苏琪 你这披草真好看 哪儿买的 我这是别人送的 你我也很漂亮 我这是假的 我这 你稍等一下 我有同学的 月月 还记得我吗 真旺 这就真好啊 喝酒喝酒 好久不见 意见还漂亮了啊 一直都这么漂亮好吗 刚才演的是哪一出啊 什么哪一出 什么哪一出 诗杯呢 你这是赤裸裸的诗杯啊 看出来了 真的看不出来了 还像以前 那么照顾送送的 那是 不准别人欺负我们俩送送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西班牙红酒 谢谢 来 尝一尝口感怎么样 好 好 这酒很烈的啊 还是少喝一点吧 宋总 我想问你件事 什么事 什么事 之前我们在电话里讲过 元朗的事 还是原来那么漂亮 谢谢 坐 没事 又我闺女给你喝酒啊 好的 走 苏大小姐来得正好 有话跟你说 你们聊 你们聊 我去找我老公姐啊 好好好 人家花钱一月下的 你就不要去打扰了 我去找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怎么了 你们又没结婚 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 玉玉啊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是吗 而且今天张望一直在偷看你 有吗 张望 什么情况 你叫我啊 云乔 你想错了 我不会弄错的 你跟我说实话好吗 宋总 云乔 好 又来了一些同学 你赶紧去招待一下吧 宋总 你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过来 宋总 今天穿得真漂亮 都是月月还买的 我猜也是 来 宋总 我想问你 我们之前说的话 还算话吗 嗯 那 你今天晚上会跟林乔说清楚 也划清界限吗 会的 真的吗 一定会 那我相信你了 你只要让林乔死心 那个宠物店就是你的 苏琪 纯屋店我不会要的 林乔我也不会要 我也不想搅在你们中间 以前 发生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 现在我的生活很平静 我也不希望被打扰 所以 你不用担心我 宋宋 谢谢你 不用谢我 那 那你准备怎么做 跟他说清楚啊 但是 按照林乔的这脾气 这些还不够 我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先跟老同学聊着啊 我一会儿过来 好 你先跟老同学聊着啊 我一会儿过来 好 真的 我跟你说 你可别犯傻啊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你小心中了她的圈套 林乔 想我们家宋宋了 我很失趣的 宋宋 我闪一边去了啊 你们好好聊 好 你说吧 阎朗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不是 宋宋 你别骗我了 我已经算过时间了 阎朗肯定是我的儿子 不是 宋宋 林乔 你别太自己没事了 阎朗不是你儿子 现在除了你 没有别的男人的话 阎朗是我跟别人的孩子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宋宋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就是告诉你 我当初就是跟你甭躺东西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比你连所有人都喜欢你 宋宋 你喝多了 宋宋 你疯了 月月 月月 你让开 严肃 月月月 宋宋 宋宋 你怎么搞的呀 啊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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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